丧尸病毒爆发,一群人被困在岛上 好在这里有一间避难所 但是你们竟然连门都不关 就这么不把丧尸放在眼里吗 来来来,就你了,背包小哥 过来给他们知道点厉害 哟,卡住了是吧 没关系,来来来来 我带你绕个圈了 哎,对了,快进去 里边有好吃的食物 记得先吃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哥 哎,那是咬我呀 往里边走 哎,往里边看啊 里边都是人 看到没有啊 门口就站着个人 快点去吃 哎,来来来 Come on,来来来来 到这里来 来啊,你倒是过来啊 哎,气死我了 你有什么用 啊 2011年上市的死亡岛 在游戏还被发售前 就已经名声大噪 因为这帮人实在是太会做宣传片了 一家人去岛上旅游 原本无比开心的一趟旅程 却因为丧尸病毒爆发 导致全家都遭到袭击 女孩最早事变 混乱中被甩落了下来 夫妻俩面对这么多的丧尸 当然也无法幸免 幸福的一家人 瞬间整整齐齐的 生命真的很脆弱 随后DRC的宣传片也很棒 一对情侣驾驶着游轮出海 下一刻他们在房间里深情凝望 男子手上拿着打火机 女伴则流下眼泪 镜头拉远后才发现 他们的船已经侧翻搁浅 外面的丧尸即将破窗而入 两人别无选择 只能点燃船内的煤气罐 让巨大的火球吞噬周围一切 两个宣传片都是在放CG动画 一丁点游戏内的画面都没有 简直是虚假宣传 可因为内容都很感人 还是获得了超多关注 游戏其实可以看作是消失的光芒的前身 但是有很多奇葩的设计 剧情更是各种怪异不合理 也因为如此 给我带来的代入感和震撼感 远远没有消光1那么强烈 但也不失为一款值得一玩的好作品 巴布亚新锦内亚的一个度假小岛上 大家正在昏天黑地的狂欢 此时的他们还被料到 一场惊天变故正在悄然发生 人群中的保安被突然出现了丧尸袭击 可是谁也没有发现 厕所里的女士显然也已经变异 但主角此时已经喝得鸣鼎大醉 跌跌撞撞的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后 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起床 发现外面的情况相当不对劲 旁边房子里一对夫妇倒在血泊中 仔细看的话 其实就是宣传片里的那对夫妇 走到阳台的主角有点睡眼惺忪 还没缓过神 楼上竟然有人掉了下来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转了一圈 发现所有的过道似乎都被堵死 电梯也坏了 好在还能打开上面的小入口爬进去 可是祸不单行 刚爬进去电缆就断掉 一路坠落到最底层 神秘的声音也在此时响起 只是他快点跑到走廊的尽头 那里可能有武器 不然尸首空拳的肯定活不了太久 可是在跑的过程中 丧尸已经到来 女主用尽全力冲刺 最后还是被丧尸拍了一发张 醒来后发现在一间小屋子里 这里都是幸存者 他们有男有女 有的是前来此地的游客 也有的是本地的工作人员 而拯救自己的红衣服男子 此时正被困在屋子外面 主角赶紧抄上家货 出门投桃报礼 帮他一起对付了眼前的几个丧尸 红衣服大叔原本的职务 是岛上救生队的队长 因此理所当然的成为了 这群幸存者的头领 他利用屋子里的通讯设备 跟神秘人取得了联系 也就是刚才指挥女主逃跑的那个人 此人在得知女主被丧尸扑了下 居然没有变异后 似乎有点激动 叫大叔带着包括主角 在内的幸存者们过去找他 他那里有飞机 轮船等交通工具 能让大家脱离险境 可是话还没有说完 信号就中断 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丧尸病毒爆发的太过突然 大家慌乱中 临时找了这间小屋子先待着 但此地显然是不安全的 大叔稍微镇定下来后 准备把幸存者们 都转移到救生塔上面去 那里有许多预备的救生用品 而且说不定能再次跟外界取得联系 但在去之前 还是要先派个人过去检查一下 不用说 这种活只能是主角干了 原本热闹的度假小岛 如今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丧失乐园 任何一个拐角或者门后面 都可能藏着惊喜 主角刚开始没有交通工具 也没有热兵器 毕竟这里只是个度假村 又不是军事基地 没有热兵器是很正常的 只能随手找了些能用的东西 船桨 水管 棒球棍 小匕首什么的 任何看着像武器的东西 都能拿起来对付丧失 但这些东西都是有耐久度的 一定不能无脑砍 很多时候要活用脚踢的能力 配合手上的武器 才能让战斗更加顺利 这个公司做的游戏 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容易产生头晕的症状 即便是一些平常不太晕 第一人称游戏的玩家 在玩他们公司作品的时候也很容易晕 主要是战斗就像你看到的 经常乱做一锅粥 整个画面是颠三倒四 上下摇晃 天旋地转 好在普通的丧失跑得不快 大部分情况下不想打可以直接开溜 偶尔也会遇到精英怪 就像眼前的这个家伙 光看外表也能判断出是个精英怪 我此时的各项能力都很低 进战后感觉很难跟他抗衡 对方一巴掌就能把我拍飞 好在手上的武器也是可以当作飞行道具扔出去的 我扔 不痛不痒的 找个大点的东西试试 这个怎么样 丧尸被打死后可以去舔包拿他们的钱 有了点钱后就可以找个工具台 把身上的武器升升级 虽然都是些破烂货 但哪怕提升一点威力也是好的 救生塔内果然也被丧尸占领了 一路拼杀将他们都肃清后 利用无线电把其他的人都喊了过来 这里也暂时成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 主角开始在岛上寻找其他幸存者 先把人集中起来 然后大家再想办法撤离 岛上有不少汽车 当找到汽油后 很多车子都是可以使用的 在交通工具的帮助下 成功拯救了好几名幸存者 接下来就是食物问题了 度假村里有一些罐头食品 但是杯水车薪吃不了太久 眼见救援迟迟无法到来 大叔希望我们能够帮忙 找一辆可靠的大车子 然后幸存者们坐车去附近的城里看看 再次回到酒店 当初主角就是在这里 见证了丧失病毒的爆发 如今已经没有了住客 酒店的房门都被锁住了 通过厨房和后面的小道艰难前行 终于在停车场内找到了一辆卡车 不错 这辆车看上去又大又结实 刚刚好够用 但是回到基地后 大叔还是觉得车子不够结实 毕竟路途遥远 最好是再给车子改装一下 多弄点防护板什么的 才能保证一路平安 好吧 说的也对 顺着指示来到一个车库面前 讲道理 躲在里边的应该就是修车师傅 但是大门紧闭 我用车子把门口的丧失 全部一一撞死 大门依旧无法开启 爬到屋顶一顿转悠 始终找不到进去的办法 感觉可能是遇到bug了 于是读了个前面一点的存档 重新来过 果然在把丧失都清理掉后 这回顺利打开了门 又去看了下自己采集下来的素材 发现原来是第一次 用汽车撞丧失的时候 其中的一只被撞进了门里边 穿磨了 然而这只丧失并没有死 他缓缓的爬了起来 并躲进了门后面 系统判定门口的丧失 没有被清理干净 所以永远不会打开制伤门 我记得十多年前玩这游戏的时候 就是因为连续遇到恶性bug 导致没有打通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 还是会遇到各种问题 改装师傅很专业 嘎嘎一顿操作 把车体安装好防护板 至少单凭丧失是很难破坏的 他希望我们带着他的女儿景一起走 他本人已经被丧失咬了 知道命不久矣 跟女儿拥抱后 选择留在此地 等待大线到来的那一刻 这辆改装后的车子果然厉害 有了他就再也不用惧怕普通的丧失了 穿过隧道和桥梁 长途跋涉后终于来到了小城 却发现这里也已经沦陷了 更糟的是城里的警察局和水源 都被一伙歹徒给控制住了 他们通过警局里的广播系统 不断提醒外面的幸存者 不要靠近警局 否则格杀无论 但没有水源的话 无论是城里其他的幸存者 还是我们都无法生存太久 只能跟歹徒发生冲突 也是从现代起 手枪喷子等热兵器纷纷出现 刚开始子弹有限 能省则省 主要还是用来对付那些 必须远程攻击的敌人 比如自炮怪 转了一圈后 大家打探到市政厅里 似乎也有一群幸存者 于是利用城市角落里的下水道 七绕八拐的找了条路 真的来到了市政厅 这里确实有幸存者 包括市长本人也在 但他表示补给品很少 无法分配给外来者 然后不由分说的把我们给轰了出去 这里要补充说明下 游戏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从四名角色当中 选一个作为主角 我选的是个亚洲女的 但在游戏里 这个四个人是个小分队 后期重要的演出当中 四人都是一起行动的 市政厅当中拿不到补给 就只能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了 通过打探 知道了超市里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拿 但是那里也被匪徒占领了 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战 遇到我们这群杀神嘛 匪徒也只能自认倒霉 一顿乱战全被杀光 大家刚拿到一些补给 敌人也随之到来 慌乱中只能再次逃进下水道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市政厅 却发现这里 已经被丧尸给攻破了 是的呀 既然主角等人能够利用下水道进来 那么丧尸当然也能够进来 没毛病 此时的市政厅一片狼藉 大部分的人都被丧尸咬得支离破碎 也有一部分变成丧尸同类的 比如市长 他正站在办公室里晃悠 这家伙还挺厉害的 一拳把我打飞老远 算了算了 浪费点子弹送你上路吧 再见 小气鬼 这边市政厅的麻烦才解决 那边又传来消息 自己一方的警 在明知道警察局已经沦陷的情况下 还执意要开车过去 声称要帮助任何幸存者 包括警察局里的歹徒 结果被困在了里头 没办法 只能马不停蹄地动身前往警局救人 这里的歹徒手持各种枪械 跟他们战斗 基本全程在玩FPS 比起用冷兵器跟丧尸搏杀 枪械战的难度反而低了很多 在最里边的房间找到警 从他的状态也能看出 歹徒应该是跟他进行了一些 不太愉快的深入浅出的交流 好在人没事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有了些物资 稍微稳定了下来后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跟那个神秘人取得联系 毕竟城里待不了太久 总有淡尽粮绝的一天 四人驱车来到酒店 这里的顶楼有个电台 可是连续发送信号 却未能收到回复 就在大家都几乎绝望之际 神秘人却突然传来讯息 声称他所在的地方 是距离这儿说远也不太远的监狱岛 站在窗口就能够看见那座岛 神秘人表示 自己的身份其实是一名上校 去监狱岛原本是接他的妻子离开 可是妻子被丧尸咬了 他希望我们过去的目的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几个人都跟丧尸亲密接触了好久 身上不可能一点伤痕都没有 包括女主刚开始在酒店里 就被丧尸打了一巴掌 可是到现在都安然无恙 所以上校觉得也许能够利用我们的血液 制造出对抗病毒的抗体 用以拯救他妻子的性命 这番话可不一定是真的 四人都是将信将疑 但犹豫过后还是决定过去找他 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了 物资迟早会耗尽 不如冒险过去看看 但想要这样做并不容易 首先需要弄一条船 才能够实现跨海 监狱岛的周围遍布水雷 所以上校叫我们找一个当地的走私贩子莫文作为向导 有他在才有机会穿越水雷区域 此人目前藏身于城市旁边的丛林之中 于是几个人开车来到丛林 这里的难度比之前明显要高了很多 心形丧失的两只手就像刀一样 速度还快 被他近身可不得了 人类匪徒更加凶悍 而且没完没了 一波接一波的冲过来 杀光了一群又来一群 我在这里死了N次 才好不容易杀进了歹徒的大本营 又从营地里拿到了一条船 乘船去到莫文所在的地点 结果你猜他说什么 莫文说那个什么上校弄错人了 他并不知道怎样抵达监狱岛 但是他知道有一伙人在森林里 偷偷建立了个实验中心 丧失病毒多半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 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 那就跟他过去看看呗 一路跟着莫文来到丛林深处 这里真的有一个神秘的实验中心 但里边的人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意 这里的主导者韦斯特博士说 他们绝不是什么创造病毒的恐怖分子 而是为了找到这种病毒的感染源 然后制造出抗体 韦斯特告诉众人 经过研究发现 这种病毒最早应该是出现在本地的食人族身上 希望我们能够帮他去食人族 采集几个血液样本 说真的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离奇了 神秘的研究所显然不可能是一夜之间落成的 换句话说 他们早就在此地研究病毒了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想着去采集什么血液样本 这些人说的话到底能不能相信 大家也不知道 面对一件接一件的奇怪事情 他们已经没有了判断力 开始有点盲目的听从安排了 我以为食人族嘛 必定是蛮不讲理的 估计会上演一场大战 结果确实是上演了一场大战 但过程却跟想象的不同 需要在食人族设立的斗技场当中 跟他们敲选出来的勇士进行轮番决斗 等全部获胜后才算是获得了认可 首领让我们采集了一管血液回去 然而但是当我好不容易回到研究所 博士却说还需要去食人族找一个僵尸病毒株 我的天这是在玩我吧兄弟 刚从那边回来现在又要去 但这是主线不去也得去 在食人族的墓地发现了个幸存者 此地其他的人全都变异 唯独他好端端的 想来体内一定有抗体 好的带回去给博士研究研究 回去的路上好巧不巧的遇到莫文在被丧尸围攻 主角等人战斗力高强 将他从丧尸堆里救了出来 莫救后的莫文说了实话 原来他是知道怎么去监狱倒的 只不过路上太危险了 所以才撒了谎不想去 这会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决定带大家一同前往 当然了 走之前还是得先返回度假村的小屋 找了些材料把这条破船加固加固 另外还找到了足够的汽油 当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的时候 发现丛林当中的实验室被攻破了 这个实验室早不破晚不破 真的每件事情都卡在点上发生 好巧不巧 大家赶过去 发现里边的科学家全部阵亡 巧的是他们在团灭的前一刻 抗体疫苗已经被研制出来了 就放在冷冻柜里 拿上疫苗后 众人登上小船 在向导的带领下正式前往监狱岛 这一座岛便是我们冒险的最后一个地点了 想要见到上校 首先要穿越岛上的监狱 这里已经被囚犯占领 免不了一顿折腾 好不容易在牢房控制室里 跟上校取得联系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叫大家不要再给监狱里的囚犯提供任何帮助 赶紧穿越下水道 去C楼跟他会合 但事情当然不会那么容易 囚犯们随后发生内讧 火拼了起来 丧尸也趁虚而入 到处一片混乱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还被人用迷烟给迷晕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身上的抗体不见了 通过一名叫凯文的囚犯得知 上校根本就没有打算让监狱岛的任何人离开 他是准备自己逃走 然后扔个大炸弹 把整个岛给炸平 大家一听 好啊 果然跟预想的一样 这一上校真的没安好心 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一伙人气势汹汹的杀向屋顶 路上不断有丧尸来袭 他们当中还有些身着特种兵服装的 想来要么是上校的部下 要么是原本驻守在此地的军人 反正此时武器弹药充足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双杀一双 赶在直升机起飞之前 众人登上了停机屏 游戏也切入进过场动画 刚才还全副武装 一路击杀了无数丧尸和歹头的众人 此刻全都赤手空拳地站在上校面前 而上校仅凭一把小手枪 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和气势 我们的武器究竟去了哪里啊 游戏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但既然没有武器 又怎么能跟拿着枪的上校玩呢 关键时刻 紧站了出来 把已经变异的上校老婆放了出来 注射了抗体的上校 当然不可能复原 他只是按照剧情需要 变成了个肌肉发达的超级丧尸 得 人家被咬了之后 还要过一会儿才变异 他倒是直接变异 连过程都省了 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最终大boss 主角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身上的武器装备又全回来了 没事 不管他了 把威力最大的左轮给我拿出来 此刻到底 上校被干掉 我方小队成员 连同其他的几个幸存者一起 乘坐上校的飞机 离开小岛 他们能就此逃出升天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游戏还要出dlc呢 这些人随后经历了点什么 全在死亡岛激流当中会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